Hello大家好,我是洛洛,欢迎收看洛洛电影 今天具体给大家讲恐怖系列 世界起码无与之不死身丈夫 视频无恐怖画面胆小的小伙伴可以放心使用哦 故事开始,一名女子正拿着扳手杀死一个男人 而这个男人就是她的丈夫 他们结婚多年被大家称为模范夫妻 但不知何时起,女主开始厌烦丈夫那过剩的爱情 对她而言,丈夫的甜言蜜语 温柔体贴都变得非常厌恶 甚至想杀了丈夫 而且这种想法与日俱增 今天,女主终于决定杀了她 杀完人后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然后女主和姐妹们聚餐 在聚餐期间设置了定时闹钟 伪造成丈夫来电 这样就可以制造出完美的不在场证明 聚完会后,开心地回到家 打算装成刚发现丈夫惨死的可怜妻子 可一进屋,眼前的这一幕 让女主惊呆了 尸体竟然不见了 而且地上没有任何痕迹 突然电话留言响了 是一家保险公司联系丈夫的 女主的注意力自然集中在了电话上 这时,一只手拍了一下女主的肩膀 女主转头一看 竟然是丈夫,被吓了一跳 丈夫却跟什么事都没发生似的 问女主怎么了 还说自己刚回家就被人打晕了 可能是小偷进来了 不过现在已经没事了 女主害怕地问道小偷长什么样子 丈夫却说不记得小偷的长相了 好像被打时的记忆消失了 女主很困惑 晚上睡觉时感觉丈夫是有体温的 怀疑自己下手太精,没能打死她 于是第二天,女主给丈夫做了最爱吃的菜 在丈夫毫无防备的时候 从背后用电线勒死了她 然后开车去树林里埋湿 做完这一切,女主去逛街开心的大笑 想着只要找准时机向警察提出搜索请求就可以了 逛完街后,女主回到了家 收到了一封未来生命的邮件 不过她并没有在意,直接丢到了垃圾桶 突然房间响起了奇怪的音乐 女主怎么关都关不上 直到拔掉电源才停止 松了一口气的女主看到玻璃中竟有丈夫的身影 惊恐地转过头,竟真的看到丈夫 女主彻底懵了 而丈夫还像往常一样,对女主嘘寒问暖 说自己刚出差回来,没见到女主的日子,很想她 晚上,女主趁丈夫睡着,赶紧去埋尸地点查看 尸体竟然真的不见了 眼前的是让女主失去了理智 难道丈夫可以死而复生? 崩溃的女主决定下次狠手 在丈夫熟睡时,拿刀捅死了她 怕她复活,直接将其分尸了 还放了一把火,烧毁了一切 做完所有事后,女主筋疲力尽地回到了家 这时女主又收到了那个保险公司给丈夫的电话留言 而这个保险公司就叫做未来生命 女主突然想到了那封邮件 于是来到了保险公司想一探究竟 保险公司员工告诉女主 再生保险是对富人的化石带产品 普通的保险是在被保人去世后赔偿家属一笔钱 而再生保险是让已经死亡的被保人复活 以这种形式进行赔偿 原理就是克隆技术 会将客人的记忆拷贝到硬盘中 并用客人的底细胞培育出多个克隆人 当客人去世后向克隆人输入记忆 从而使本人复活 如果出现意外 就能和原本的身体迅速交换 而每个克隆人的手腕都会有R1的标识 女主听后惊呆了 保险员工继续说 因为失去爱人会给家属带来巨大的痛苦 即使留下再多遗产 也无法挽救家属的伤痛 所以只要买了这份保险 就能将爱人从痛苦中挽救出来 女主听完这些话 回想起和丈夫在一起的时光 发现丈夫是那么的爱她 自己也曾深爱过丈夫 回家后 看着桌子上的结婚照 回想着曾经的幸福时光 感动的哭了 这时丈夫回来了 女主冲了过去 抱住了丈夫 并不停的道歉 之后两人聊天 女主说自己一直都不是个好妻子 但从今以后 她会努力当一个好妻子的 丈夫听后很感动 两人准备亲热一番 可这时 丈夫的手机响了 看过手机后 丈夫的脸色都变了 原来手机上的照片 是女主的出轨照 丈夫看到这些后 崩溃了 质问女主为何如此对她 然后掐死了女主 但看着心爱的人被自己杀死 丈夫也无法接受这样的现实 选择了自杀 幻灭一转 来到了丈夫的葬礼上 而给丈夫举办葬礼的 正是女主 原来女主也买了再生保险 而且在了解保险过程中 知道了被保人自杀 再生保险是不予理赔的 于是女主设下了这个圈套 她知道丈夫的占有欲很强 很早就找侦探跟踪自己 所以故意让侦探拍掉自己的出轨照片 因为她知道丈夫看到自己出轨 会做出什么举动 最终女主以这种方式 成功的杀死了丈夫 而自己却再次复活了 开始了新的人生 故事就到这里 本片剧情紧凑 反转不断 忽略一些细节bug 还是蛮值得一看的 好了 今天就讲到这里 更多世界奇妙语的恐怖片 惊悚片 乐乐以后接着讲 喜欢记得关注 获取第一时间高线哦